体育中心综合报导,旅日球星杨戴刚今年春训状况颇佳,现在却传出受伤消息,经巨人西武之战,杨戴刚担任首当中外野手,不料却在一局上半通下三阵后提前退场。 据了解,一局上杨戴刚对戏武投手高木勇人缠斗六球,期间发生自打球情形,最后在通下三阵后退场休息,也未上场守备,伤势程度目前人不明朗,明天是否出赛也是未知数。 巨人最后靠星发投手填考力抖西局势一分压制,中场以2比1拿下胜利,当家球星版本勇人单场三支二表现最佳。 杨戴刚去年殷商只出赛87场,缴出打击率2×64就轰的成绩,今年他曾宣示要缴出3×打击率以及34道累的成绩。 巨人去年无人季后赛,本季杨戴刚的健康也将左右着球队战机。 杨戴刚资料照取自独卖巨人推特。